变形金刚十八大高人弃绝色盘点 第十八名 救护车 博派最优秀的军医 同时也是领袖第一批的追随者之一 他的载具形态是汉马H2越野改装的搜救抢险车 虽然是医疗官但其作战能力并不弱 曾一个照面就斩断吵闹的一只手艺 更是帮助大哥擎天柱与老天火完成对接手术 是汽车人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大奖 可惜遭到盟军人类残忍无情的威武 最终被赏金猎人禁地掏出国种人而牺牲 第十七名 声波 狂派第三把交椅 威震天中心耿耿的情报收集官 平常多以为新型态隐藏于地球之外 其手下有一只庞大的间谍部队 能轻易渗透到人类任何系统之中 拥有千变万化能力的激光明 和迷乱都是七小弟之一 在变三中声波跟随月球大军共发汽车人 化身为奔驰SLSMG跑车形态闪亮登场 可惜在最终的决战中被我们的五五开成功反杀 第十六名 玉天敌 原始天尊的正统后裔 也是领袖秦天柱的授业恩师 为了复活母星而转头霸天火阵营 他不仅用快乐枪偷袭了铁皮 甚至还将人类基地彻底摧毁 在决战中更是凭借一己之力顽虐秦天柱 要不是威震天化身老六偷袭他 恐怕秦天柱也要隐恨西北 第十五名 铁皮 正所谓铁皮不死探长不出 作为领袖秦天柱的保镖头头 铁皮人如其名 一身铜墙铁骨可谓无人能挡 铁皮的载具形态是一辆通用公司的GMC越野车 它不仅精通各种武器装备 其双臂加农炮更是能放出各种化学容易 比如超高温液态金属 液氮的 可惜最后没有战死沙场 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实在令人痛惜不已